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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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幫你要正直看頭皮 來 這很方便 這很方便 其實女學章委員在這一次被問到 是不是要支持法案的時候 他有說並沒有不支持 所以我想並沒有的意思 並沒有的意思應該就是支持囉 那既然支持女學章委員 一直都是司法法治委員會 重要的召集委員之一 那我們希望如果 第八屆會期是 女學章委員擔任召集委員的話 他一定要支持婚姻平權法案 因為他已經說並沒有不支持 那就趕快排案吧 2015年也就是今年的第七會期 事實上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 民進黨跟國民黨都各有一席的招委 可是兩大黨也都不約而同的 不排案不討論婚姻平權法案 那麼基於戒期不連續的原則 我們知道很快的第八會期 也過去了之後 婚姻平權法案等於就是歸零 2016年之後必須一切重來 所以我們要在此鄭重的呼籲 第八會期一定要排審婚姻平權法案 即使是用表決的方式 我們也希望兩大黨能夠在這個議題上 有清楚的表態 也讓責任歸屬能夠分明 讓選民知道怎麼樣選擇 怎麼樣看清楚哪一個政黨 國民黨才是真正捍衛人權跟民權的一個政黨 國民黨在他們的比例上來講的話 他們真的就是在抗拒這個改變 那民進黨的狀況比較像是欠缺堅定的 這個政治意志來捍衛 以整個黨的立場來捍衛 對所以狀況確實我們必須說這狀況不是各打五十大板 國民黨的狀況現在在這個議題上整體而言還是在一個抗拒改變的狀況 但是民進黨的狀況是目前只有少數個別的立委 非常辛苦的在孤軍奮戰 那我們也對這些委員感到非常的感激跟不捨啦 因為我們認為他並沒有這些捍衛平權的立委 並沒有得到他們的黨中央足夠的支持跟資源 那我們認為這個對於人權的發展跟捍衛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我們所知道的狀況 我們有志工朋友還有我們的支持者 打電話給民進黨黨中央 要詢問黨中央對於婚姻平權法案的看法 黨中央接電話的人竟然會回答一般民眾說 這是個別立委的提案 那不是黨中央既定的立場 那我覺得這個對一般民眾來說 當然就會覺得說 那黨中央你究竟作為一個政黨 你對這個重大議題 你的立場到底是什麼